今天請各位一樣在開啟數學函數部分 我們今天主要會針對像有關count 就相關函數做說明 所以也請各位再把範例的檔案 裡面的數學函數 數學函數裡面這個範例打開 這個後面延伸會有幾個跟像黑名單篩選 還有像康乙福就是用康乙福去算樂透彩的中獎機率 這些範例我們待會要接著來看 當然第一個請各位一樣把範例先開起來 這邊的話切到康的這個 前面我們是講到有關康乙福的範例 今天我們接著繼續來看 那康乙福裡面我們有延伸講到有關那個 Sumif裡面 它其實有支援所謂的那個萬用支援的 這種條件敘述 那裡面的話當然 比如說像有找什麼產線人員 它有產線一產線二 那當然你如果說今天不會用萬用支援的話 你要找到這個其他產線的人員其實有困難 那我們講到有關就是利用萬用支援裡面 像如果你不確定字數的話你可以用信號 如果你不確定字數的話你可以用問號 不過幾個字你恐怕你就是幾個字就幾個問號 那其他還有像前後三名我們有用到large 跟small這兩個函數 那這個large跟small你必須要給它的是一個範圍 然後告訴他你要找的是從最大的數過來第幾大 最小的數過來第幾大 那如果前三名的話我們是先找到那個最大 不是最大找到第三大 然後呢只要大於等於第三大的這個條件發生的話 那把那些人幫我找出來 那後三名的話是找那個第三就是倒數第三的 然後呢如果是小於等於這個倒數第三的話 那其實就是後三名 那前後後三名把它加在一起就是我們要的答案 那這個是過年前我們所講到 那今天的話呢接著繼續來看 三米斧裡面還有一個延伸題 那這一題的話請各位先看一下 這個跟三米斧比較有關係一點 是利用那個有一個叫綜合練習題的 教師研習時數統計表這個題目 那這個題目的話它是額外要開啟 所以待會請各位開啟那個 教師研習時數統計表這一題 那開起來之後的話 稍微看一下 學者一指的是所有老師 學者二呢指的是他有參加那個研習 那研習名稱的話呢就是入門 那只要有參加的就有時數啦 那如果沒有參加時數當然是零 那我希望呢能夠幫我找出 比如說王慶祿的老師 他研習有沒有研習 如果有研習的話呢幫我把他的時數 把他帶到這個總時數幫我加起來 所以基本上看了一下 王慶祿這個時候是沒有參加 所以時數是零 那如果說往下 你試遠的話當然找到是1.5個小時 那不過呢當然我們不是要一個一個用看的 我是希望就是說呢能夠用 前面講過像三米斧幫我加總 不過呢如果你只有一次研習 感覺好像這個計算比較太簡單了 所以這一題的話 他要我們把學者二呢 複製一個 所以按Ctrl鍵 拖拉 那把這個學者二改成學者三 指的就是說呢 另外除了入門的研習之外 還有一個叫進階研習 所以把這邊呢改成進階 然後呢把時數部分的話呢 只要有參加的老師全部都是兩個小時 然後呢有兩個老師沒參加 第一個跟最後一個 那把第一個跟最後一個把它刪除掉 所以選取第一個跟最後一個刪除 那把這個編號呢把它刪掉 那也就是說呢如果說我又有第二次的研習 那我希望呢能夠幫我把什麼呢 入門跟進階 這個等一下進階兩個字再把它改一下 入門跟進階的時數幫我加在前面的話 也就是說呢所有老師有二十個 但不是每一個老師都有參加 那這個時候呢當然你不是用眼睛看的 而是怎麼樣 而是你要先比對 也就是說這個老師 跟著一下 應該是這個老師他有沒有參加 所以我們前面有講過啦 插入函數裡面我們可以用那個 就是數學與三角裡面的三米幅 那當然三米幅的話呢 前面講過就是說呢 他會跟你要三個條件 第一個是range 特別說 我前面特別強調range跟quiteria 這個兩個其實共一組的 range指的就是那個範圍 裡面有沒有什麼條件 那意思是說呢 在這個地方 就是說呢 後面的這個範圍裡面有沒有某一個老師 如果有的話呢 幫我把什麼呢 他的時數加起來 那所以呢 range跟sumrange 這個sumrange 都是一定是個範圍 好 加回來之後當然我們向下填滿 我希望能夠做一次呢 就可以把兩個 兩個那個入門跟進階 幫我加在一起 那這當然有一點難 有一點困難 不過也是複習前面的部分 那請各位稍微先試一下 開啟那個 教師研系 這個統計表 然後並且先把什麼呢 把序則二 複製到序則三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修改的地方 主要是把那個入門 改成這個進階 那研習時數呢 本來是1.5跟3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你就把它改成那個 全部都是兩個小時 那有兩個老師沒參加 也是頭尾 試一下 希望呢 做完之後啦 最好可以一鍵完成 比如一鍵完成之後 你以後要把這些資料拿去做報表 或者做樞紐分析表用的話 或者做圖表的話 那可不可以一鍵按下去 自動產生 以後你就不需要再下任何的 這個公式 可以產生的話 那不就更方便 那其實前面跟後面 是有因果觀 很多人是想說 樞紐分析表 圖表那些報表要怎麼做 那實際上 你可能遇到最大的問題 就是你花很多時間 在整理資料 因為你不可能 隨便把資料丟給後面的 你一定要先整理好 它要的那個格式 欄位有沒有 該有的東西 你不能亂七八糟的東西嘛 那所以前面的話呢 可能可以去利用 比如說像我們現在 教的函數或者VBA 不過我覺得 慢慢 你用久了之後 你會發現VBA其實會更好用了 只是說這兩個怎麼搭配的話 那我們還是需要花一點時間 實作之外 還有思考怎麼樣 把這些東西 用在你工作上面 活用就對了 所以剛剛這個問題 第一個 有十四位老師參加 時速的話 有三個小時 有1.5小時 第二次的話呢 就緊接 所以把 序則二 按住拖拉 複製一個 那頭尾 就是第一個 跟最後一個老師 沒有參加 所以把它刪掉 編號 重新編一下 記得那個 像下填滿的話 只要你按 Ctrl鍵 它就是編號 會增加 這個的話是 如果你要 重複資料 就是Ctrl鍵 不要按住 這邊把它改成 進階就可以 那如果說 我今天希望呢 後面兩個 是兩次 研習 第一個是 我們的總表 總表 那總表裡面的話 我希望看到 就是哪些老師有參加 那有參加 把時速加過來 沒有參加的話呢 保持0 大概就這樣子 OK 那我要怎麼做比較簡單 第一個當然我們 會想到用Sumif 這前面用過 所以Sumif 第一個 那當然Sumif 這個函數 其實函數我一直強調 你不用背的 你用理解的 而且這上面都有相關的答案告訴 就是說相關的提示告訴你 所用的範圍 有沒有 這個range跟criter 是一組的 所以range指的是 criteria一定是指的是 前面這個老師 這個老師在哪個範圍 哪個範圍 就要去查 所以在入門的 這一次研習裡面 找找看 有沒有這個老師出現 OK 所以基本上呢 一定是找一個範圍 criteria一定是那個人 有點像什麼 criteria有點像關鍵字 那range指的是 那個範圍裡面 大部分都是欄位 那所以criteria裡面 我講過 如果你有萬用資源的話 你可以加一個什麼 信號 或者是你可以加一個什麼 不過這個地方 你可能要用and and 一個信號 這樣子的敘述方法 他就知道說 比如說哪一個 你只知道那個老師姓王 那不知道王什麼 那你可以用一個信號去帶 criteria 我們前面有講過可以用這樣 那不過目前 他因為他是全民 所以直接就給一個名字 他會幫我去找找看 沒有這個老師 有的話呢 那就幫我把什麼呢 把一樣是 去著二裡面的 時數加起來 OK 所以特別注意 再把它移到中間 criteria 特別注意 range跟sumrange 都是在另外工作表 就是 續著二裡面 所以你會發現喔 他前面會自動幫你加一個工作表名稱 加一個驚叹號 值得就是 在那個工作表裡面的那個範圍 去幫我找找看 找誰呢 找王庆路 有沒有 有的話呢 幫我把這個範圍加起來 那因為呢 做完之後當然你按確定是沒有錯 不過等一下會有向下填滿的問題 那向下填滿的話呢 前面的人一定會改變 但是呢 這個範圍跟這個範圍不會改變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樣呢 把這個範圍喔 B3到B16呢 按一個F4 選取之後按F4 那當然理論上喔 其實鎖列就好啦 所以如果比較標準的話 當然你要按F4 F4兩下 有沒有 就是把列有沒有 鎖起來 那這個也是一樣 F4兩下 好 這個時候的話 你按確定之後喔 再把它向下填滿 那基本上呢 他就會幫我怎麼樣 把入門班的 時數通通加總過來了 你會發現1.5 三個小時 也就是這個理事員老師 1.5 這個老師沒參加 所以零個小時 但是呢 我們還有進階班 那所以進階班的話 當然有個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不需要重做啦 你可以加什麼 就把前面的公式怎麼樣 因為呢 那這個公式跟序則3 它有部分的公式是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公式複製 好 加號後面貼上 那其實後面的話呢 就要小心一點 有兩個工作表名稱要修改 序則2改序則3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其實打勾應該就可以了 那你想說那個範圍好像少了兩個人 當然你這邊可以改成14 14 不過其實這邊你不改應該也沒關係 因為範圍裡面兩個好像沒有嘛 空的 所以應該不影響 但是如果比較完美一點的話 比較正確應該是 再把這個範圍 因為有兩個老師沒參加 所以第16列會變成第14列 所以這邊的話呢 再把這邊改一下14 好 其他就不用改了 所以其實只要改範圍 再改少兩個人 少兩個人 這樣的話呢 其他就完成這個工作表 進階班的那個 延期時數的加總 當然不過你會發現 用這個方式的缺點是 你如果有很多 比如說延期 假設有很多場 其實如果超過10場的話 那應該就不適合了 因為為什麼 因為公司一直串 一直串 這個時候你可能就要考慮用VBA了 而且要跨工作表的加總 不然的話 你光要串串串串 串不完 可不可以做出來 可以啦 可是呢 感覺上似乎不太合理 因為等於好像有點像人工 那如果未來 你又多增加一場演習 怎麼辦 你又再加一次嗎 再越來越長 那不是 所以你會發現 有一些人 等於是有檔案裡面 那公司長到一個不行 為什麼 因為他就一直串一直串嘛 是可以 可是其實 感覺如果處理簡單的事情 又還是OK 但是 如果比較複雜的話 可能還是要考慮用VBA去解決 然後這邊把它打勾一下 OK 其他鎖應該不用改 那直接向下填滿 這樣的話呢 他就幫我把 時速又多兩個小時 也就是有參加的老師 他又會再把原來的時速再加上去 他就完成了我們這一題的這個練習 就是用三密符來做兩個範圍 入門跟進階班的時速加總 那另外呢 我希望延伸延伸什麼呢 因為這個題目裡面 我們在這個題目裡面 聰明有提到就是 如果我希望保護工作表 而且只保護什麼呢 保護那個C2到這個C21 意思是指的就是算完的這個時速啦 比如說你這個檔案可能放在網路上共用 那可能有人拿去 他會不會把它修改了 那就造成一些爭議的問題 所以如果你要避免這個問題的話 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什麼 我如果希望 第一個 這個裡面的資料無法修改 OK 第二個的話呢 我希望上面的公式呢 也不能被看到 也就是這個隱藏 這個保護 那該怎麼做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請各位試一下 裡面如果說要隱藏跟保護的話 可能要注意幾件事 第一個按右鍵儲存的格式裡面 它會有個保護 那你要把這個範圍做打勾 才會保護 第二個再到教育裡面 會有一個保護工作表 你要去輸入密碼 不過如果不輸入密碼一樣保護 但是它可以很輕易的就取消 那這個地方呢 請各位先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這個是在那個數學函數的練習題裡面 有一個叫教師研習統計表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那這一題我想 可能跟之前的那一題 好像苗栗跟宜蘭人員差不多 而且甚至反而更簡單 因為那一題還有在有萬用資源 那這一題是完全沒有 只是說這一題比較困難一點是 它跨工作表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好 好